邓大的眼睛里不断冒泡 吓坏了江苏确诊女患者 她拍下影片求救发问 怎么会染疫后醒鼻涕 眼睛就狂冒泡 让她相当害怕 对此有医师解释 因为鼻泪管相通 鼻子塞住了 气体就会往上冲 只要醒鼻涕小了一点就没事 同样对确诊后 觉得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况 也发生在山东青岛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生发猪 今天是我养的第二天 原先我这些地方都不长眉毛 你看这都长得超范围的 少年自称确诊后 眉毛头发突然长很快 还长很多 虽然被病毒搞得全身酸痛 但对于毛发变农民感到开心 另一位确诊者出现了症状 则是把家人逗乐了 这种了什么猪 确诊高烧40度后 男子卷张脸严重肿胀 眼睛睁都睁不开 他妻子陪着看医生外 还不忘拍下这难忘的画面 大陆青岭松绑一个多月 许多人都还在和病毒奋战 但上海却出现可恶的病葬黄牛 明明没有病葬服务需求 却卡位抢拿火化名额 再加价人民币2000 约合台币9000元高价转售 就在确诊病逝人数暴增的时候 上海警方表示 病葬业出现许多黑仲介 从哄台价格到非法盈利都有 已经至少逮捕20名不法分子 TVBS新闻张志明 林明珍 纵合报道